Hello 筆記讀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新加坡總理 去總結了中國崛起經濟的版圖 以及揣述了新加坡如何思考自身角色與生存之道 李顯龍是這樣說的 新加坡與許多國家交往 交朋友了解世界發生的變化來確保自己國家的地位 在國內新加坡人必須合作和互相關懷 不論出現什麼爭論或者分歧 都記得自己擁有的共同身份 這個只是重要 對於中國崛起的過程 新加坡更明確傳述了與中國發展的關係 就是將如何導致了新加坡和地區的和平 穩定與繁榮 希望通過不同的聲音 鼓勵各國思考 在國際舞台上的機遇和風險 合作就可以拿著機遇 規避風險 這個是李顯龍總結了新加坡生存的部分 和中國崛起的部分 了解世界很重要 也都要明白周遭這個部分 這個地區的部分 李顯龍是這樣說的 中國崛起毫無疑問是給了東南亞巨大的好處 幾乎所有東南亞國家最大的貿易夥伴都是中國 新加坡都是 但是 去說 新加坡對於中國崛起的機遇 給予很大比例的重視 早年說它比其他國家更早與中國發展了經貿的關係 隨著其他國家發展自身的關係 以及中國逐漸擴張了 擴大了網絡版圖之外 中國如今在東南亞所有國家都建立了自己的獨立關係 並直接與所有國家打交道 新加坡的角色 李顯龍就是這樣說的 中國的公司與新加坡合作 是通過新加坡管理東南亞的業務 把新加坡作為區域總部 亦都有大量的金融活動可以通過在新加坡做 即是換句話說 很focus兩樣東西 一個就是金融結算中心 一個是總部 現在呢 多了一個講法就是 這個研究中心都放在新加坡 他接著提出 新加坡也明確地傳述了 中國發展關係如何 這個關聯到維護本 這個亞洲東盟的和平 和穩定繁榮 我希望新加坡能夠繼續發展 但是也要發聲 產生一度程度上的影響 我們會鼓勵各國思考 在國際舞台上的機遇 但是也要規避風險 展望未來的發展 李顯龍是這樣說的 兩國已經重新開放 並積壓了很多需求 隨著兩國的航班陸續恢復 並逐步增加 兩國的關係有明顯的進展 他講 新加坡和中國還有很多具體事務要做 例如兩國的自貿貿易協定的升級 他希望談判在不太久的時間要完成 還回應了一帶一路的提問的時間 中國發展並走向繁榮國際上 這個地位是越來越重要 而中國如何融入區域和世界的方式呢 若沒有好好的處理可能會出現 磨擦緊張的局面 形勢上可能會很艱難 新加坡認為一帶一路是中國為區域發展 作出貢獻 融入區域發展商戶之間 存在網絡方式的其中一個部分 新加坡在金融中心來說 一帶一路的項目可以在新加坡進行 評估或者融資參與一帶一路倡議 是國家與國家之間需要尋找仲裁地方的法律之心 新加坡可以在這方面滿足到大家 李顯龍更加說 中國在2021年申請加入了數字經濟夥伴協定 簡稱是DEPA 李顯龍是表示歡迎的 DEPA成立的時候 構想要設立一個開放的機制 除了中國 韓國和其他國家 表示加入的意願之後 而只要能夠達標 參與和協定 是可以增值的 其實每一個國家都可以參與 這是李顯龍說的 簡單地說 他已經回覆了大家 也告訴大家 未來新加坡的定位 和中國的關係 既要有互相協調 但是又要發聲 要知道世界正在發生什麼事 又要在地區有和平 又要經濟繁靈 但是最重要的是 新加坡可以做什麼 仲裁 金融 還有我們會配合一帶一路 倡議發展 這就是重要的 多謝大家 繼續支持北基道 點讚訂閱